第六十集 再战求武 净退二仙 上次在天水城 就是这小子莫名其妙破了我的血盲空间 疼以为只是巧合呢 现在看来 此人身上似乎还真有些门道 紫袍老者双眼微微一眯 指着韩丽说道 求武 看来你对他有些兴趣 那此人就交给你来对付 我们去收拾那两人 黑群丑妇的口中 发出了略带沙哑的声音 嘿嘿嘿 正合我意 求武黑黑一笑 求须大汉三人交谈之际 韩丽三个人也在打量着对方 脸色都有些阴沉 对方是三名真仙境初期的散仙 按理说实力不如韩丽三人 但如今除了韩丽之外 其余二人是负伤不轻 若真在此拼斗起来 一时半会儿 一时半会儿又未必能够脱身 这三个人 看来便是公秀红的另三名散仙手下了 焦巴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 像韩丽二人如此传音道 此地到处透露着诡异 时间一长 难保不出现其他变数 韩丽的目光飞快扫了一眼周围墙密上 那些暗淡的血色纹路 传言回道 必须速战速决了 都别留什么手段了 焦九深吸了一口气道 话音未落 求须大汉三人却已经飞身冲了过来 也不见他们如何动作 韩丽三人身前的虚空中 忽然波动一起 凭空浮现出了数以百计的血色光刃 密密麻麻的朝着韩丽等人一照而下 韩丽的目中金光一闪 后车半步 收拳在腰侧 略移蓄力之后 猛然朝着前方一拳击出 只见一股无形的距离 隔空狂涌而出 顿时前方传来一连串的一大芭蕉之声 那些血色光刃纷纷去世一缓 接着表面血光狂闪之下 纷纷的爆裂开来 化作了一阵阵的血色金光 消散了开来 未等金光消散 求五三人在半空中一散而开 分别冲向了韩丽三个人 焦巴望着迎面冲过来的球须大汉 面色一沉 也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手中法觉一摧 只见其周身光芒一亮 一道灿烂的清光从其身上飞出 并飞快的胀大 在其身侧凝成了一个身着白袍的销瘦男子 这销瘦男子没眼看起来跟焦巴颇为相似 只是全身的皮肤呈青绿色 身上笼罩着一层青色的光芒 俨然正是焦巴的地质化身 其方一现身 便身形一化挡在了焦巴的身前 略一攻身 一张口冲着前方猛的一吸气 刹那间 风声大作 一道道的白色气流从四面八方疯狂涌动 化作了一股喇叭状的白色窝流 涌入到了其口中 使其腹部急剧胀大 接着再一张口 呼离一伤眼 一道入眼可见的青色气浪 从其口中喷涌而出 并一个翻滚之后 直接化为了一条石鱼丈长的青色风龙 张牙五爪的飞扑而出 求染大汉见此 嘴角泛起了一丝冷 也不如何蓄力 抬起一拳就猛地朝前砸去 只见其拳头上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只形态猙獰的白骨拳甲 表面灵光一闪之下 一道形无恶鬼般的巨大拳影 从中飞出 迎响了青色风龙 风龙一声巨响 青色风龙与那恶鬼拳影同时爆裂开来 无数的青色风龙从中倾泻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绞杀而去 地宫之中锐响声不断 地面墙壁和石柱 简直如同豆腐一般 纷纷被风龙切割出了一道道极深的窝口 求染大汉一拳过后 身上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雪光 不闪不闭的 直接冲入了密集的风龙中 继续朝着焦巴冲去 那些风刃落在了其身上的雪光之上 发出扑扑之声 竟然无法侵入分毫 焦巴一咬牙 与地支化身一起身形一跃的 迎了上去 另一边 黑群丑富与陆坤虚空一击猛烈的对撞之后 身上被浓浓的黑雾裹挟着 朝着后方飘落而下 然而 其脚底还未踩到地面上 眉头就突然皱了起来 只见其脚下的虚空中黑光逆闪 突然凭空浮现出了一道黑雾莲花 他纤细的足尖不偏不倚的 在那黑色莲花上轻轻一踩 身子就重吸跃起 朝着另一边落了下去 而其原本的落巧之处 那积满地面的血水之中 却是突然荡起了一阵涟漪 一道黑色身影 手持一顶蓝色水剑 从中一闪而出 正是陆坤的那一局地之化身 陆坤见这一按手没有奏效之后 面色一沉 一换那黑炮老者 同时栖身而上 攻下了那黑群少妇 相隔不远处 球武正眼神微异地望向不远处的韩丽 冷冷地说道 小子 上次就注意到你不简单 没想到还是一名悬仙 正好我炼制血魁 正缺少一具合适的肉身 你这真急之躯正好何用 韩丽看了他一眼 撇了撇嘴 没有答话 只是微微地提了提握紧的拳头 紫炮老者见状 眼角猛地抽出了一项 目光中的沙翼顿时变得凛冽起来 只见其手掌一番 掌心之中立即黑翁一闪 浮现出了一只紫黑色的圆波 波内红光闪动 荡漾不已 似乎盛满了阴红的鲜血那般 随着球武口中吟诵之声响起 圆波之内红光顿时大作 原本只是微微荡漾着涟漪的血液 此时却如同沸腾起来一般 在波内疯狂地引动着 若是仔细去看 就能看到那涌起的鲜血 竟如露出了一个个挣扎哭嚎的恶鬼面孔 正向着波外探去 仿佛像要逃离出去一般 急 球武一声令下 圆波之上顿时光芒大作 大片的血液轻潮而出 在半空中化作了一片覆盖百丈范围的滔天雪浪 朝着寒里铺天盖地地照了过去 一股腥臭至极的气味顿时弥漫了开来 声声淒厉丝厚不断地回荡 周围顿时阴气大盛 犹如冥界降临 仿佛方才死于此处的所有修士和凡人 在此刻尽入灰魂 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怨念和杀意 感受着这股血腥的阴魂气息 寒里的眉头不禁微微一措 其手腕一挥 那面黄色圆镜便飞舞而出 镜面一亮 从中放射出了一片黄色光芒 化作一道环形的光幕 笼罩在了他的周围 光幕方一浮现 那片雪浪就已经扑了过来 重重地打在了其上 轰的一声响 黄色光芒猛然一颤 继而又吻固了下来 但下一刻 沾染到雪浪的光芒表面 嘶嘶之声大作 冒出了大片的白气 看起来竟似乎要融化开一般 而悬浮在半空中的黄色圆镜 也是不住地颤抖起来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 圆镜碎裂开来 灵光尽湿地砸落到了地面上 没有了黄色光芒的阻挡 汹涌的雪浪顿时扑了过来 一个翻卷的就将 韩丽的身形全部都给包裹了进去 韩丽只觉眼前雪光一闪 整个人顿时身处在了一片 汪洋的血海之中 这些血水粘稠无比 让其身形顿时为之一宁 此外在血水的浸泡之下 其体表那层真极之魔 虽然依旧在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但是他确实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光芒也正在受到一股细微至极的 污秽力量不断地侵袭着 而在周围的血水之中 赫然有一道道的猙獰身影游异不停 他们不管年老年少 是男是女 此刻皆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张牙舞爪朝着他撕眼过来 他口中低河一声 双臂一个模糊之后 当即无数的拳影 密密麻麻地浮现而出 将周围涌过来的百余道人影 一击而灭 同时周身浮现出一片片的金铃 身形凭空拔高了一头 正想要一鼓作气地从血水之中一跃而出 还想逃 做梦 瞧五见此 口中怒吓一声 手中血光一线 骤然拍击在了云波之上 顿时密密麻麻的浮纹从中飞卷而出 纷纷没入到了前方困住韩丽的血海之中 韩丽只觉周围血水轰然一震 并顺着某个方向快速地旋转起来 温度急剧升高 竟然如同开水一般地沸腾了起来 不一会儿 血水中的温度就已经变得堪比火山中 那炙烈滚烫的岩浆了 韩丽的身影也在沸腾的血水漩涡之中 剧烈地摇摆起来 体表的皮肤和金铃都变得发红 来自血水的拉扯之力增强了数倍不止 一时间竟无法立即脱身出来 他神色一凝 手掌一挥 一道清明之音顿时响起 惊炎火鸟立即从其体内飞出 化作了一片银色火焰 将它给包裹了起来 有了磁火的阻隔 那些炙热的血水顿时无法再靠近它半步 甚至在银色火焰高温的蒸腾之下 韩丽周围的血水竟然快速的蒸发了起来 不一会的功夫就在他的身旁形成了一圈真空地带 拉扯之力荡然无存 没时间给你耗了 韩丽说吧 身形顿时往上冲起 那些原本粘稠炙热的血水 在今年火鸟所化的护照之前 纷纷溃散开来 他当即从血海漩涡中冲天而起 接着二话不说的一台小狠狠的一拳冲着球舞击去 后者大惊之下 双手连忙往身前一招 在身前掐出了一个法掘 那只原波立即涨大数倍 波身之上镌刻的符纹顿时大亮 散发出了一圈圈的黑色光芒 挡在了他的身前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紫炮老者身前的黑光 在全影落下之后顿时炸裂 化作了无数的碎片撕散了开来 黑色原波之上光芒顿时一按 裂开了树道的珠网般的裂隙 又缩回到了原来的大小 球舞的胸腹一阵 门哼一声 嘴角处便有一丝鲜血溢了出来 他收回原波 手掌微颤的摸了摸上面的裂隙 满眼震惊的道 这怎么可能 其话还没说完 就听一声尖锐的笑鸣声响起 一只银色的火鸟 拖着长长的尾烟 如同箭矢一般的朝他急射了过来 看到银色火鸟出现的瞬间 球舞面上闪过了几分惊慌之色 但是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够一咬牙之下 猛的一张口 朝着手中的原波 一连喷出了三口惊喜 惊喜一沾染到原波表面 全都一滴不胜的吸纳了进去 随即 原波嗡嗡作响之下 雪光大盛 一滴滴的浮纹浮现而出 一道血水凝成的蛟龙 从中骤然飞出 蛟龙方意凝现 便血口一张 一股血水 酷雾般的狂勇而出 随之 化为了一股滔天雪浪 直奔银色火鸟而去 雪浪粘稠无比 且中间夹杂着一丝丝的黑气 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心臭气息 银色火鸟见此 身形丝毫不停 双弑一扇之下 顿时荧光狂闪 无数拳头大小的银色火鸟浮现而出 影响了雪浪 扑扑之声大作 每一颗银色火鸟落在雪浪上 便会爆裂开来 化为大片的银烟 四散飞卷 发出了滋滋之声 大半的血水顿时 犹如被蒸发的一般 生起了屡屡的白烟 顷刻间 雪浪变得是千疮百孔 中央更是被银烟冲破出了一个二三十丈的孔洞 银色火鸟化为一道银红 直接从中间的孔洞中一穿而过 直问后方的雪浇和球舞方向而去 球舞见此 猛一咬牙 双手食指飞快一掐动 雪浇周身的雪盲大胀 隐约有无数的金银符文在雪盲中一浮而现 张牙五爪地冲向了银色火鸟 寒历的墓中蓝芒一闪似乎想到了什么 心中一领之下 连芒法觉一催地想要将火鸟给招回来 结果就在此时 雪浇表面的符文纷纷金光大胜之下 就一下子爆裂开来 化为大片粘稠无比的雪雾 并一丈地将未及返回的银色火鸟笼罩在了奇象 但紧接着一声轻鸣传出 一道银色火球从雪雾某处冲出 化为了一只银色火鸟的朝着寒历所在 及时而回 只是此刻的雌鸟看起来有些暗淡 体表还附着着不少的雪雾 显然在方才雪浇自爆之时 受到了不少的影响 寒历一招之下 此鸟体表的银验一丈之下 将体表的雪雾蒸发 随后如圈鸟环巢一般 飞回到了袖中 消失不见 对方这圆波召唤的血胶之中 俨然蕴含着一丝法则之力 带着不小的腐蚀灵性之能 索性其当即力断地召回了此鸟 否则怕是要灵性大损的 囚无此时脸色有些苍白 显然方才的一番施法 极耗元气 眼看寒历至今安然无恙 眼中不由闪过了一抹很厉之色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其双手将身上的衣袍 朝着两边一撕扯开 袒露出来的腹部 目的裂开了一道狭长的口子 皮肉向两边一缩 当中露出了一道黑幽幽的大洞 那只紫黑的圆波上 乌光大作 像是受到了召唤一般 一闪之下就飞入到了其中 与此同时 方才雪胶爆裂所化的雪雾 连同那些雪浪 纷纷呼啸着倒卷而回 瞬间就从悄悟的腹部大洞 尽数没入到了其体内 而其身形也随之拔高暴涨 双目的瞳孔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两颗雪红色的宝石 此刻的他身上的衣衫尽数碎裂 皮肤表面 结满了血色的鳞片状的结晶 整个人变成了一个 七八丈高的雪晶巨人 浑身散发着晶莹的光泽 韩丽的双目微微异逆 却不退反进的 直接朝起给冲了过去 囚无所化的雪晶巨人剑慈 口中发出了一声节节怪笑 台长就朝起头顶拍了下去 所过之处 虚空都为之轻轻的颤抖 韩丽没有丝毫闪避之意 向前一个攻步 抬起右拳 猛的朝那雪晶巨手 砸了过去 红一声巨响 韩丽只觉一股泰山压顶半的巨大力量 从天而降 身子骤然一沉 双足却踏破地面 眨眼间便有小半个身子 深深的陷入到了地下 但那雪晶巨人这一拳过后 身形却猛的一阵之下 有些不稳的朝后倒退了数步 这才堪堪稳住了身形 就在此时 韩丽的身形骤然从地面跃出 一闪之下 整个人就飞至到了地宫的顶部 双足猛的一蹬宫顶 身形一转 如同流星坠落一般 砸下了那雪晶巨人 巨人红宝石般的双目中 看不出什么神采 口中却是咆哮一声 浑身的雪光大作 抬起一拳 迎向了韩丽 只见韩丽胸浮出七团蓝光 骤然大亮 前冲的拳头上 也亮起了一片朦胧的星光 骤然砸在了那道雪晶巨拳之上 轰隆隆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不断的响起 仿佛是山崩地利一般 巨拳表面的雪光溃散 接着寸寸崩碎了开来 变做了一块块大小不易的金石 衰落了下来 韩丽确实一路势如破毒 拳头犹如一柄利刃一般 将其手臂给击得寸寸裂开 直接冲破他的左胸 将小半个身子给轰成了碎片 雪晶巨人的身形顿时一顿 双目的雪光暗淡 接着哗啦啦一阵金石滚动之声 接连响起 其身躯彻底的碎了开来 化作了一堆雪红色的金石 在其丹田处的一块金石之中 韩丽看到了一个光芒暗淡的金色小人 赫然呢是那球舞的原因 其似乎是因为使用方才秘书的缘故 才被暂时封锦在了其中 无法逃出来 韩丽探出手掌 刚想要将其给射回时 那原因竟是砰的一声 自爆了开来 化为了一棚雪雾 直接没入到了下方的雪浆之中 不见了踪影 从球舞出手 到韩丽以迅雷的手段将之给击杀 前后不过是十几个呼吸的功夫 这让不远处还在激烈交锋的四人 纷纷大惊 然而不同的是 焦巴焦九二人是惊喜 而球须大汉二人却是惊惧 黑群丑妇眼中一色一闪 当即不再与陆坤纠缠 趁戏身形骤然一个闪动的 落在了宫殿中央的高台上 几乎同一时间 那球须大汉 也从焦巴和其地质化身的合机下 拖出了身来 身形一闪的就落在了那丑妇的身侧 下一刻 二人的身形一阵的模糊之下 被化为一团血云 没入到了高台上的大洞之中 二人竟是说走就走 丝毫也没有拖泥带水之意 焦巴与陆坤见此 互望了一眼之后 纷纷收起了地质化身 身形一晃来到了寒丽的身前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番交手 二人本就不轻的伤势 俨然加重了几分 先前倒是在下眼拙了 竟一直没有看出道友 有瞬间斩杀一名散仙的实力 陆坤望向寒丽的目光 有些复杂 这一次 若非道友以迅雷的手段 斩杀了一人 惊退那两人 时间一场 我等怕是要吃大亏了 此事我自会向焦三大人比明的 焦巴尝出了一口气道 正当如此 不过眼下 我们还是先想想办法 看如何才能够离开此处吧 陆坤也点了点头 环视了一眼四周之后 有些心有余悸地说道 先前焦十六曾经动用仙气 来破除此处的禁止 非但没有奏效 反而激发那诡异的雪光 疯狂地反扑 想来蛮力意图 多半是行不通的 还得想想其他的办法 韩丽沉吟地说道 我看那二人 也只是暂时退一去 他们的背后 可是还有一个公输红 绝不会给咱们留下 多少时间来想办法的 焦巴面露忧虑之死地说道 焦十五 之前在天水城 你能破那雪色空间 想必也不是单凭运气而自 你且找找看 这里阵法的薄弱之处 我来试着联系一下焦三大人 将此处的情况 禀报于他 陆坤文言 死两片刻之后说道 我姑且一试 韩丽文言 点了点头 陆坤见此 双目一合 脸上羊手面具 重新浮现 上面开始荡漾起 阵阵的蓝色波纹 焦巴见此 则是身形一转 在整个地宫中 搜寻起了众人的储物带来 韩丽只是瞥了他一眼 也没有作声 双目之中泛起了蓝光 朝着周围一点一点的打凉了起来 只见四周地面上 阴红的雪浆积了厚厚一层 所有人的蚕尸都浸泡在其中 而四周的石柱和墙壁上 也都被星红的雪液溅满 仿佛展开了一朵朵 令人心悸的恐怖红花 离他不远处的那尊通体为鲜血浸染 犹如邪神般的雕像 此刻显得是愈发星红夺目 这就使得本就如同炼狱般的地下空间 更显得阴森 然而 无论是四周的墙壁 还是这尊雕像之上 都没能找出什么薄弱之处 片刻之后 陆坤的双眼也缓缓的睁了开来 摇了摇头 沉声道 焦三大人那边 没有任何回应 这座地宫有些诡异 似乎这里的禁制中 蕴含着一种雪之法则 并通过历年来的活迹鲜血浇灌运养 以自成一处浑然一体的空间 一时半会儿要找出破绽 不太容易 韩丽也是眉头微楚地说道 正说话间 焦巴也走了回来 对两人说道 两位道友 吴长蒙的几位道友和两名散线的储物法器都在这里了 咱们分上一分吧 此行凶险异常 后边更是极凶难料 能添几分保障也好 此时的他一手抓着几只储物袋 另一只手啊 则握着两枚储物镯 三人略以清点 发现这六名散线的积蓄 着实不少 不管是灵丹灵财 还是灵宝法器 竟都是不缺 分配之下 各自啊 也都算是收获颇丰 鉴于韩力之前的种种所作所为 这些宝物中唯一的一件仙器 也就是焦石榴的那枚黑色的铁锥 自然啊 就落到了他的手上 其实 焦巴两个人 何尝不掩馋这件宝贝呢 只不过 他们都不愿意此物 落入到对方手中 所以 最后还是只能够做个顺水人情 分给了韩力 韩力对此 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 收下此物之后啊 在其他的材料分配上 也做出了些许的让步 倒也令二人颇为满意